我想今天很多人都在談印度神童 當然有人講好了有人講壞了 我先跟大家講好了 不要先把大家嚇到 因為印度神童其實今天會受到世界關注的事 因為他又預言了 而且他預言什麼呢 全世界在11、2月之後 會整個形勢一片大航 還要等到11、2月喔 對 還有經濟也會起來 什麼樣的 人類的苦難開始慢慢終結了 這一波苦難 以後還有沒有苦難不知道 那是至少好歹是印度神童 這兩年來唯一講的好話 因為他之前不是說那邊會大規模流行疾病 只有這邊會 然後什麼火災地震 什麼洪水全部都種啊 所以好歹他也講了一句 讓大家聽起來比較安心的話 可是很多人聽到 就跟剛剛佑正一樣的反應 11、2月 現在才9月 這11、2月當中 我會發生什麼事情我都不知道 我一記都沒打 我撐不撐得到11、2月也沒人曉得 這個個案天命 那當然我希望至少印度神童 他過去有的時候準有的時候不準 但是我希望他這句話是準的 11、2月之後 人類真的苦難可以開始衝結 不然的話 因為現在大家都知道 全世界都已經在研究什麼 有的國家已經開始要打第三劑 有的國家開始在研究第4劑 我看照這個情況下 可能要第5劑第6劑 那當然另外有好消息 我再跟大家講 現在輝瑞、羅氏 他們已經在積極研究 就是針對新冠肺炎的特效藥 已經臨床了 他們認為很有成功的希望 也許在明年就可以上市 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新冠肺炎的內 可能就可以解決了 希望是這樣 就好像當年的客流感出來一樣 就把它打垮了 韓斌啊 他是說9月到11月 會是最壞的時期 但是11、2月以後就好 他是11月21號之後 對啊 所以我們還要撐兩個半月 三個月啦 我跟你講 那個西班牙流感 最後那一波 少走了將近5000萬條例 5000萬喔 5000萬條例 但是那是100年前 因為100年前 人類科技沒有現在發達 當然啦 不過我也老實講 100年前 地球人沒有這麼多 其實也沒錯 對 賓客講的也對 而且非洲疫情 還沒開始大爆發 是啊 所以未來怎麼樣 我們真的不知道 我們只希望 大家遵守規則 然後 能夠齊心合力 把這個病毒擋下來 希望人類能夠有好日子 可是問題來了 我不是醫學專家 這些我都是從新聞上看到 如果我都看得到 為什麼我們的防疫指揮中心看不到 我就覺得很奇怪 連我都知道 以色列已經開始打第三劑了 美國已經準備要打第三劑了 全世界很多國家 尤其歐美這些先進國家 都已經在研究第三劑第四劑 那我們的防疫指揮中心腦袋在想什麼 他今天居然 之前就是因為3加11出了大疲漏 造成台灣這一波疫情 16000多個人感染 然後死了800多人 然後現在 他們機師 到昨天為止 他們實行的是什麼 0加14 什麼叫0加14 0加14 就完全不用隔離就對了 完全不用隔離 只要居家檢疫就可以了 然後那你就怪那個機師跑來跑去幹嘛呢 就不用隔離 居家檢疫就好了 對啊 指揮中心講的 又不是航空公司講的 也不是我規定的啊 0加14 你只要打完兩劑 就可以0加14 就沒問題 就只要關心一下自己的健康就好了 但是問題是 我就覺得很奇怪 機師是有特異功能嗎 神功負體嗎 還怎麼樣 如果以色列人 他們打完兩劑之後 還是一大堆人感染 美國人打完兩劑之後 還是一大堆人感染 歐洲人打完兩劑之後 還是一堆人感染 這些機師看起來有什麼不同嗎 他打完兩劑之後 你為什麼認為他不會感染 你為什麼認為他可以0加14 為什麼認為他不會傳染給別人 結果 8月28號的時候 已經有一個醫生 有一個機師中了 中了之後呢 8月28號確診喔 已經是突破性了 因為他打了兩劑一樣感染喔 9月1號 我們的防疫指揮中心講什麼 這個9月15號之後 我們準備要把它 變成7加7跟5加9 什麼叫7加7跟5加9 就是 如果你只打一劑疫苗 隔離7天 居家減疫7天 如果你打了兩劑疫苗 隔離5天 居家減疫9天 而且要等到9月15號才開始 我看大概上帝也等得不耐煩了吧 我已經給你警示了耶 你還不理我 然後呢 馬上9月現在確診 其實8月29號就確診 馬上 然後我們的防疫指揮中心 一定要等到今天 才說好明天開始 即日起 緊急 而且才變成5加9而已喔 對啊 只變成5加9喔 只是5加9 只要5天而已喔 你知不知道 之前你認明家14的時候 剛又正已經講過了 有的跟他老婆跑到南部去 租到Hotel 然後不知道跟誰幹嘛 然後去按摩按了5個小時 對 那本來就可以啊 為什麼不行 不行嗎 居家減疫理論上來講是不行 不能亂跑是吧 不能到處亂跑 你是去辦該辦的事就帶回家 有需要的話就可以出去啦 沒有必要就必須待在家裡就對了 那按摩算不算必要 我就不知道 也許他不按會怎樣吧 我跟你講 那另外一個機師呢 這位機師在幾個小時內 連去了兩家Hotel 哇塞 又是一個特殊教我圈是吧 又是個喜歡發生人與人連結的 哇塞 那我老實講 其實我不會非常怪他們 為什麼呢 因為 老實講一個人 你知道現在這一段時間 機師非常辛苦 他的生活一直面臨到 就是不斷的隔離 然後出差 不斷隔離出差 不斷隔離出差 人會很煩悶的 所以人想要去放鬆休閒一間 想要去找一點樂子 我都可以理解 可是問題是誰讓他可以爬爬走 誰沒有強制管制他 不就是我們嗎 嗯 不就是這樣子而已 同意 同意 完全同意 就是這樣子啊 那 我跟你講 人都會有那種僥倖的心態 如果今天你對我很放鬆了 南美會覺得 這樣又不會怎樣 去一下也不會怎樣 哪可能這麼巧 我打了兩劑疫苗 啊 就這樣 他現在去了兩家Hotel 他跟誰交易過 或是跟誰接觸過 我們搞不好永遠都不會知道 嗯 大家記不記得 之前前一陣子疫情 相對比較嚴重的時候 那個特殊交友圈 一拉就是一長串 嗯 為什麼 因為這些人 他本來交友狀況 可能就比較複雜 然後彼此又不願意講 誰跟誰交友 那你就很難查 那假設那位機師 真的去做人與人的連結 你恐怕有很多東西 會更難查 所以這是非常麻煩的事情 那這是誰 誰造成的 防疫除非重新造成的 3加11已經告訴你有問題了 結果你還不敢 還變0加14 然後再來呢 我真的覺得我們的學校 單位也是天才到一個極致 你前一天晚上就已經知道 你學校有人染疫 對 當天還把所有人叫來 我覺得真的很天才 你知道校方的回答是什麼 因為深夜 我沒有辦法通知 沒有辦法一一通知很抱歉 我知道你深夜很難通知 我也知道 有人可能睡到有人跟不接電話 都有可能 但是你有一個辦法吧 好像學校那個校門是你管的吧 嗯 你把校門關起來他是進得去 我 我覺得 賓哥這個沒錯 但是 如果是負責任的學校 或者是衛生局 或者是相關單位 你想盡辦法都要盡量通知 是 少一個人留在家裡 就是少一分傳染的風險 完全沒有做 其實我跟你講 這個其實有分頭進行的 其實老師平常都有家長聯絡電話 一定有啦 對 都有群組啦 我跟你講你現在傳進去 家長起來也會看到 不要跟我說沒有啦 尤其現在少子化成這樣子 大家都很關心 小孩子的 所以你第一個 老師應該大部分都能夠聯絡到家長 但不排除有一些漏網之語 少數的 不過那個小朋友也是9月2號才採檢 是啊 那今天3號還來 但你今天還要全部進學校 他叫全部其他學生到學校來 對啊 你叫這麼多人進學校幹什麼 然後現在是全校隔離 哪個豬頭山啊 全校兩千多人 不是 賓哥好笑的是 他把所有人叫來學校 叫你回家 然後大家再一起隔離 那他路上不會傳染 沒有染疫風險 這很滯障 真的很滯障 我覺得學校應該的做法就是 如果你真的決定要全面性的 PCR 那很簡單 前天晚上你有辦法通知盡量 沒辦法通知你在校門口等他 叫他不要再進來了 趕快護送他回家 就是這樣子而已啊 不就這樣嗎 我們能夠 你盡力去做 當然 難免會有掛醫漏網的地方 難免會有一些漏網之魚 這都難免的 少一個是一個嘛 至少你用力去做了嘛 你用力去做就沒話講了 可是你不去做 你只告訴我 聯絡不到 那請問一下你們到底是誰的羅斯中了 還是根本沒有人上過羅斯 大家都覺得無所謂 然後我覺得我們台灣人真的是 每一次只要 稍微疫情一降下來一點 什麼東西都隨便無所謂 然後防疫指揮中心整個考量就是什麼 蛤 你知道我前兩天我看那個記者 我看他快吐血 陳時中到後來開始跟我談什麼 談經濟 談說如果我們做什麼的話 這個經濟要怎麼付出 接下來我們預備經濟要怎麼樣怎麼樣 開放他要怎麼付出 你叫防疫中心指揮官耶 人家要選 人家現在市長格局你蠻好 不是 你不是經濟部長 等你當了經濟部長你再講好不好 人家現在是市長 經濟衛生 各方面他都得管 我一直 我從去年講到今年 你不要 你不要說想當市長 想當總統 陳時中都不是沒機會 只要你好好幫我們把疫情守住 你想當總統都是有可能 但現在就不用談啊 現在還講什麼 你當半統比較快 不用不用你已經試了 疫情已經變成這個樣子 你還在想市長 我都 我都懷疑你這個 防疫中心指揮官還能夠幹多久 我都很懷疑 現在是因為沒有人 這個太太康沒有人要揹這個鍋 不然的話 我看你早就要被換掉了 你現在那個整個聲望一路下跌 但你個人聲望下不下跌 我一點都不關心 重點是 現在看起來情況有點嚴重 桃園現在微幅提升警戒 那是因為現在第一個 基因地區還沒出來 我們不知道到底是不是delta 但是在我看來啦 他是delta的可能性很高 為什麼 因為這三個人都打過兩針了 然後還被他突破 如果是你說原始的病毒株 恐怕很難突破 所以就算不是delta 還是什麼delta之類的這類的東西 大概是跑不掉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 大家都要非常戒慎恐懼 然後因為這個學生已經到學校兩天了 這個學校又有兩千多人 那又是他們活動力最旺盛 這種高中生的時候 老實講會怎麼樣我真的不知道 好 好